怎麼了嗎? 你是吃到不是毛豆嗎? 是吃到三色豆的年嗎? 你一直穿毛髮 嗨 大家好 我是若瑀 我是若瑀 今天終於邀請到我好朋友來我節目了 你知道為什麼邀請你嗎? 為什麼? 因為你看起來很愛吃 因為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跟我一起食量大豆當朋友的人 我們先說我們以前會吃幾份早餐 三份 一個人吃三份 沒有 但是那個是有前提 是因為我們如果是播早上的話很早 就會很餓 然後你現在是不是很想要把臉轉到這邊來 對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左臉 然後剛剛他一開始來說 他說我要坐哪裡 我說要坐這 其實我們應該要是這樣子進行 所以其實我們從道 整個節目這樣 好啦 因為他也很愛吃 我也很能吃 那我們就要來一個吃的開箱 今天的主題就是 全聯必買推薦熟食 這是我在網路上亂查的 那我也有看過網友的評價 大部分都是好的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六樣 就是全聯必買的一些推薦熟食 那我想要請若瑀來看 你覺得這樣看起來 你最期待先吃哪一樣 我有兩個很想要吃的東西 然後我的標 不是我的標準 我為什麼會想要吃 是因為它打開來就可以吃 然後哪一個 套菜跟那個毛豆 就是打開來就可以吃的 所以你覺得它看起來最不怎麼樣 可是它卻可以變成推薦名單 你不懂為什麼 這個是我滿不懂的 我也不懂耶 這個 這個到底 而且這個你買了 然後你又不能這樣擠著這樣吃 它是 它要你捏 但剛剛我們的攝影卷說 它很想要 你剛剛最想吃這個 它這個好吃又好玩 好吃的點是什麼 好玩 有口感又有手感 手感 你可以捏爆它這樣子 很療癒 所以你覺得它是六樣裡面 你最想先吃的 對 對 好啦我們就先來吃 那就先來吃沙拉好了 太不太方便 好 好你先挖 要進捏了 要進捏了 對怎麼辦 那你就這樣捏啊 這樣子捏嗎 欸 欸 昨天有一顆蛋 你捏 欸 完整的耶 那是要把它捏碎嗎 對 所以我要 所以我們要 它在什麼旁邊擠出來 那我捏蛋 你捏上面 好 我覺得 我們好荒謬喔 滿好吃的 它沒有不好吃 你就覺得好像 想要再加一些 比如說火腿之類的 可是它比我想像的 還不甜 這個也… 這個 而且人家有說 要捏15下耶 我猜它被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顆 完整的蛋 然後所以我們 就是感覺很有誠意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還有它 比我想像的還不甜 對 因為有一些沙拉 會比較甜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給它 平分了 我們1到5分 我們要給它幾分呢 沒有 還沒啊 音效要先下 音效 對 音效要先 好… 3分 4分 好高喔 第一個嘛 我也… OK…好 好 那剛剛莎莎選嘛 那現在呢 我選它 我試試看 所以妳平常會吃牛肚嗎 火鍋的時候會 這樣吃起來好吃耶 不用微波了啦 其實不用微波耶 我跟妳講 如果啊 妳把它從這個盒子裡面拿出來 妳倒到 就是外賣的盒子裡面 妳跟我說是餐廳做的 我也會相信 這真的滿好吃的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買回來 大概已經過了 有兩個多小時了 它本來是很冰的狀態 它現在已經變回到常溫 常溫吃很好吃耶 那我們現在可以評分了 5.5 你這 不是我滷的嗎 好啦滿分 這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我也給4分 那個牛肚啊 它沒有滷得很透 或是滷得很久 它咬起來會沒有那麼好咬 但是沒想到它很好咬 然後而且它味道很夠 它就是有香味 然後又有辣 而且它嚼的時候 是你不會覺得說 你在咬一個橡皮筋的感覺 對 有一些很硬很硬 然後你要硬把它吞下去 對 但這不會 而且它的辣是 有點麻辣麻辣的 不是真的那種辣到你要喝水的 對 我覺得不錯 這真的可以買 這可以買 好 那接下來換你選 我吃毛豆好了 好 吃毛豆 毛豆應該很難不好吃吧 怎麼了嗎 你吃到不是毛豆嗎 吃到三色豆的年嗎 你一直穿毛髮 我覺得 它豆子好凍喔 它好像有點太會 就是太新鮮 然後從樹上摘下來 毛豆有長在樹上嗎 就像水果太深了 就還太年輕 對 你吃它就是沒有那麼的 豆豆 還不夠軟 然後不夠香 就像它還是 就是太年輕的毛豆 我覺得我可以評分 好 我們來評分 三分 它沒有難吃 它只是有點太過年輕的豆豆 對 不夠軟 不夠軟 還OK啦 所以如果喜歡口感硬的話 的人可能會喜歡吧 但它味道是夠的 有味道 但它豆豆的軟硬度 覺得還可以再加強一下 對 好 那我們就吃這個好了 好 吃醉雞 其實它好像連油雞也都有被推薦 它也是推薦名單 它是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對 我以為它打開來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片一片的 它說食用方法是 拆封後要切片 所以要自己切 所以不是拆封後要切片嗎 你們號稱自由料理人嗎 你要什麼刀 還是我們就這樣 用刀 來 好 切切看 好 去骨的耶 它已經幫你 去好了 它是有香味的 1 2 3 很好吃耶 你是不是覺得它們有個酒味 枸杞的味道比較重 酒味一點點 酒味一點點 一咪咪 可是它肉是好吃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很醉雞的感覺 還不夠 可能要自己再加點紹興酒 所以它的肉質是可以的 好弄來評分 吃飯 好接下來就剩下兩樣了 那我們先吃泡菜 謝謝 好 我剛剛一吃還沒有咬的時候它是辣的 咬下去它是酸的 所以它辣的跟酸都有耶 它不是很韓國的泡菜 因為它沒有酸到像韓國的泡菜那樣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喜歡很酸的那種菜 你可能會覺得那不是酸 可是其實它是可以的 它有味道 它很有味道 它是蒜的味道比較重 如果這一罐出現在我前面 我會繼續吃它 OK啦 這是可以的吧 就是如果配麵啊 配一些什麼 它是可以的 對對對 而且它應該是可以拿來煮湯的 因為它口味是重的 可以 嗯 4.5 怎麼樣 妳是幾分 我3分 蛤 它真的是嚴格大師耶 我真的想說它 那最後它可不可以收服你的心 好 然後最後的壓軸就是 剛才的麻辣鴨血 那它在網路上評價真的很高 而且我是看每一篇 只要有推薦全聯的就是熟食 它都上榜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吃豆腐類產品的人 真的假的 超好吃的 可是我喜歡吃鴨血 好 聞起來是好聞的 妳喝喝看 喔 它有花椒味 翻聞的時候就有花椒的味道 它有花椒味 那我先吃豆腐 可知道它為什麼高分了 它跟這火鍋店 可以耶 一模一樣 甚至你可以把它拿來 肉片 把肉 肉片煮好丟進去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 有厲害到耶 可以給我一碗白飯嗎 我剛剛就說 對 它真的會加白飯 它真的很厲害 或是如果你煮王子麵 然後加在這裡面 你是不是覺得很好吃耶 就自己 就算一個人好像也有吃麻辣鍋 它真的有花椒一粒一粒的在裡面 因為我剛剛有咬到這樣 而且因為其實我蠻怕吃辣的 難怪你剛剛會問他辣不辣 那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的辣度 好 最後我平翻 超中五分 我給你們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買到的 就是六樣全聯的推薦好物 熟食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吃超市的 比如說像是蛋糕甜點啦 冷凍食物啦 不管哪個超市 不管哪個品牌哪個品項 只要是你很想買 可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你怕踩雷的話 你可以留言 在我們的這個留言板 我們看到了以後呢 下次如果有類似的這個企劃 我們就會來買 然後吃吃看 再跟大家說好不好吃囉 以上真心話 真心的推薦這一道 還有呢其他的 我們也都是真心的分數 希望大家喜歡 掰掰